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知识大家阿弥陀佛 你看课本三百四十五页 道主第四行 现在说到修止观的问题 修止观有一些就是修定 有一些很容易误会的 这里说到前面讲到有水面分别 净度分别 这个是在义前世纪论 或是在乳式里面 比较常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的六四 有三种分别 一个是自信分别 基督分别 跟水面分别 三十一种 有三种分别 就是我的 女人 有两种分别 才是复权的 这母亲 你就是要学生的 因为四就是了瘟 它就是分裂 它叫做四 这三种 一个自信分别 稍微微解一下 主要是 这个主要是前五四 沿得敌则生 前五四 六四不是第六四 是沿得敌则生第一六四 这个是前五四 就是沿得敌则生 自信就是对法的自信 前五四对于现前五进 五四对五进 现前的五进 就是眼前 眼前这五进 所以眼耳鼻则生对摄身相对出 一个表别 寻求四点 前五四对现前五进 前五四对于现前五进 寻求四变 这就是所谓的自信分别 其实就是以一切法的自信分别 因为这些都是名相 也对生的了别 所以这些是男生 这个是女生 这个是男的 这个是女人 这个是端端 这个是猫 這個叫做自信分別,其實就是於切法的自信 因為這一些名像我們有一些大部分學佛的人比較沒有常在聽 像什麼自信分別,進度分別,隨便分別 基本上有一些比較沒有常接觸 就會有一點點概念比較不是那麼清楚 這個適合了別在案件裡面 他曾經說那又是有什麼不一樣 他其實就是心的一個作用 這個心的一個作用 心與這個眼根起作用 心在眼根跟近上 在眼根上他們對這個近上起作用 就叫做眼色 在耳根上 對這個深層 這個是色層 就是近就是色層 這個深層上起作用就叫做耳色 對這個生命起作用就叫做耳色 所以佛者說這個火在草上燒起來叫做草膜 在糞具上燒起來叫做糞具膜 就牛糞啊什麼這些 在糞團上燒起來叫做糞膜 就是牛糞膜、糞具膜、炒糞膜 然後不同的 不同的你在氣油上點燃就是氣油的火 在瓦斯上點燃是瓦斯的火 在木頭上點燃是木頭的火 類似像這樣 那麼這個飾在眼根上起作用 就叫做眼飾 那眼根是對近就起作用 氣是這樣 那這個時候順帶講一下 因為牽扯到明相的概念就比較 就比如說比較 可能就比較模糊一點 那所謂的自信就是不切法的自信 那麼地有地的自信 水有水的自信 母有母的自信 好 那麼基督很明顯的就是 他去思考 所以基督分別是種種差別 思量 思量推度 那麼他的解釋是這樣 種種的分別 這是第六四 種種 種種差別 依照這個論的解釋 種種差別思量推度 比如說 代表 聯繫 這是前五四,一到五 然後這個也是,這個隨便文典 隨便文典是 定善意識相應諸面 它是這麼寫的 定善的意識 專心的,閃心的意識 就是專心跟閃心 相應的諸面 因為這裡講到幾彎 它有所謂的定善跟閃心 跟你的面頭相應的 那麼這個比較 比如說想到過去了 是種種種種什麼事 類似像這樣的 我們說過這個雜體論 我們有說到 那五四只有自信分別 我五四 那麼這個 他講到就是想到過去 忌度,忌度分別就想到過去 想到未來 那有這樣的一個差別 那隨便分別就是想過去 隨便分別比較偏重在想過去 過去的事 曾經經歷的哪些事 這個就是隨便分別 那麼忌度分別比較偏重在想過去想未來的這些事 那自信分別就是現在的這些 那我差別大概這樣 那因為這裡講到有三個名詞 就是我們說一個 它講兩個 但是兩個基本上 實際上就是還有自信分別 那因為定裡面 他如果修定的話 基本上主要是御事在做的 定的話你打坐 你如果很專注的話 甚至你入了定 入了定你的感官 眼跟、耳跟、鼻跟 這些五四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 就是打雷你也聽不到 這個 因為心專注在那個 那個比如說你 專注在那個心理晉性 專注在那個意念上 就是你 這些感官 它基本上 你是感受不到外界的世界 就是五四 如果你入了定五四是不起作用的 基本上就是那個心 所以你打雷 就算打雷你也聽不到 眼鏡也是比起來 你先前的雷走 有趣你也不知道 你也感受不到 有相互的臭病就知道了 所以它基本上 主要是那個 基督無悔跟所用的病 所以這裡才會這麼說 好 所以它就說 那你不要那麼 你這樣就得豐富別定 還有初學時 剛開始學習的時候 英訣所唸的是真佛 就是一般這裡是講到觀 因為這裡是在解釋 唸佛有意念 真佛會像佛 所以就講到 其實有意念 真正的念佛 不是有這個聲音 有這個嘴巴來念佛 而是由心來念佛 意念念佛 那麼 念的時候要想 因為念的時候你不是真的看見佛 比如說今天就有一個佛像 那你觀這個佛像來觀佛來念佛 那很明顯的那是木頭做的 那只是這一尊 但是你念佛要 你念你要認為它就是真佛 就是應該覺得 就是心裡面要這樣可以的 我念的就是真佛 所以拜佛也要這樣想 我拜佛的時候 我不是拜木頭的佛 那不是一個像 那佛就真的在那裡 一般我們叫做念佛如佛在啊 那孔子也說 祭神如神在 一樣的道理 就是一樣道理 因為主要是心在起作用 孔子說祭神如神在 就是你拿東西去祭神的時候 你看不見嘛 或是有一個直的 手望怎麼樣 你看不見 但是你會當作祂就是在 祭神如神這樣 然後念佛 一樣如佛在 你要想用佛就這樣 我就在那裡 就真的佛 或是觀佛如佛在 就是那個佛像 你見那個佛像 念意念那個佛像 這個是意念 它重點就是 念佛由於念 是心來念 由這個心來念 不是嘴巴念 那你念的時候 因為它就牽涉到 牽涉到所謂的基督文革 水冷文革的這個問題 你念佛的時候 你要當作是 所念的是真佛 念佛由佛成就佛 佛真的就在那裡 並非牧師的佛像 你拜的不是木頭 不是石頭 不是畫的 那麼這才能休息成就佛現下去 那到初期大聖的時候 因為佛不在 佛陀時代佛是在的 你看見就是一個人的佛 佛生生的佛 那我已經在如果念佛的話 基本上我們會覺得是那種 金光閃閃 很高大 不可適應的 佛陀時代看見的佛就是一個人 只是他長的作點 我們說三十二項八角 就是看起來很莊嚴 是色瘦人 就是比較好看的一個人 非常好看的一個人 威與橘子都很色瘦人的那一個人 那我們現在如果說 你看見佛 他一定是那種金光閃閃 幾百倍很大 那一種人 就是因為已經佛也不在了 所以我們多數的佛會留以想像 比較會留以想像 後來因為很多的 當聖佛法因為失念佛陀 後來的這種佛陀觀就越來越不一樣 本來是人間的佛 後來就變天上的佛 本來是在人間成佛的 後來就是在人間視線 就變成這樣 所以我們的佛陀觀 就是對佛陀的這一種觀念 也不太一樣 在佛陀時代 比如說我見到佛 那為什麼見到佛就是 這世間佛陀就是色瘦人一樣 現在如果你說你見到佛 那就不一樣了 所以後來有很多官佛 官佛三昧海經 波舟三昧經 包括觀不亮碩佛經 我們就很多去觀想佛的 那觀想佛我們說過 基本上就是 有三十二項八十種好的 這個是我們說就是 化身佛 四線就是 思想佛陀寶他時代 這個叫化身佛 爆身佛就是像阿彌陀佛這樣 那個官就不容易了 就是他 視線的化身佛就是三十二項八十種好的 那爆身佛 阿彌陀佛這個就不是啦 八萬四千種好的 這個就多啦 阿彌陀佛 聖經這項好光明的 甘木澄清色大海 還好婉轉五十一年 那這個就不是啦 那個就很廣告 那像十六觀經那個也是 就是觀不亮受精裡面 那個阿彌陀佛的那個 這個就是從觀不亮受精裡面的 這樣的一個觀像來 就說那個佛身就不太不一樣 如果像華眼睛的那就無量相好了 那個就滑身口 就無量相好了 那個又不一樣啦 那所以在這裡講 他說那你應該想 你觀的就是真佛 並非牧師等佛像 那我們念佛的時候 基本上念佛的重點 是我們前面講過嘛 念佛的重點是念佛的功能 那本願功能 像無量受精 無量受精都是這麼說 就是佛的本願 你要師佛一樣要師佛的本願 阿彌陀佛有阿彌陀佛的本願 那麼所有的佛都是依願修行 而得成佛 所以他都是菩薩的時候發願 我以後成佛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利益眾生 那麼他並不是等成佛才利益眾生 但是在行菩薩他都不斷利益眾生 等到成佛的時候他要怎麼樣更來 沒有障礙的沒有障礙的 那麼不用限制的 廣大的群力重生 其實是這樣 所以念佛一定是念佛的 所以這個真佛它是實在的 這個是念佛一定是要念佛本願功的 念佛的功能 那佛是功德圓滿成就者 那這些功德一定不離開慈悲跟智慧 大慈悲大智慧 那這兩種圓滿叫做佛 兩儲存一定是這樣 阿彌陀佛的代表其實就是無量光無量受 這個是無量光 慈悲就是有無量的福德 然後才能夠 互念一切的眾生 這個其實就是無量光 這個是無量受 它基本上就是智慧跟慈悲的圓滿 其實就是講這樣 那受命是所有福德裡面 算是一個代表性 那這個念佛的功德 那麼這個功德從哪裡來 一定是它佛的本願 那麼意願修行 佛本來所有的佛都有發的體驗 就是發願 每一尊佛發的願不太一樣 但都是要 基本上都是跟普遍的將領的 要利益眾生的 然後都有它休息成就而來 然後意願起修 都是這樣 你不管讀哪一尊佛的經都一樣 你不要受佛的要失禮的 然後來自未來弥樂佛的 過去就是阿祝佛的 過去迦瑟佛的 都是這樣 所以你應該 它重在本願 本願功德 所以常常講本願功德 那我們現在有時候講到說 這個阿彌陀佛的本願功德 如果有眾生 那麼念它死念它就讓它往生 就有佛的本願功德 所以我們就依佛的本願功德往生 不是這樣的 而是佛有這個本願功德 我們依佛這樣修 我們這樣修 我們就成就跟佛一樣的功德 其實是這樣 不是說佛發這個願 那這樣修圓滿 那我們念佛 佛就把它來功德給我們 佛有這個願 那麼意願起修 修行圓滿 修很久的時候才圓滿 修行圓滿成就這個功德 那我們知道的 它告訴你 就是你也要學習佛這樣發願 學習佛這樣意願起修 學習佛這樣堅持 修行圓滿成就 那麼你就有成就像佛一樣的功德 因為它是這樣成就的嘛 那你這樣修 它是這樣修成就的嘛 那你這樣修也可以跟它一樣成就 它是這樣發願然後意願起修的 所以你也這樣發願跟它一樣意願起修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麼它得多少功德你就能得多少功德 而不是它是這樣修 它是這樣發願 它得多少功德它就給你多少功德 沒有 不是這樣 這完全誤會佛法了 可是很多人會強調念佛的殊聖 阿彌陀佛的 阿彌陀佛的光宗其尊多偉大 所以好像釋迦牟尼佛不能給你的 阿彌陀佛給你 好像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樣已經誤會佛法了 誤會阿彌陀佛了 所以我們應該要了解它是意願起修的 那麼修行要堅持 所以它怎麼樣 它發誓是發願之後 它怎麼樣修無量解 然後修行圓滿之後 創造這個極的佛法 它是告訴你這些做什麼 那你學 所以我們是學佛者 學佛的發願 發心 學佛的修行 然後就可以得佛一樣的成就 其實這個是這樣子 所以要念佛本願功德 念依佛學佛如實修行 念佛本願功德 然後學佛如實修行 就可以得佛圓滿的功德 那麼這個是最主要 當時初級大聖講念佛 後來當然除了念佛之外 還有念菩薩 怪經菩薩 所以你看普文品會跟你講 都是這麼講 這個菩薩為什麼這麼偉大 為什麼有這種力量 他就剛才講 因為觀音菩薩是怎麼修怎麼修 那一樣 那講地藏菩薩也是這樣 這個地藏菩薩為什麼有這麼多都不會得理 他在告訴你 他以前一樣是講他的緣起 本願功德 他以前就佛羅恩禮的時候 就差盡禮的時候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他利益了很多苦難 最底層最苦難的這些重生 就是定義重生會代表 然後發言要把這些人從最底層最苦難 那麼最無力的狀態讓他脫離這個狂安 那他是這樣修的 所以他很偉大 他才今天具有這種力量 那麼你今天要想得到他的力量 你要念地藏菩薩 那不是說你念地藏菩薩 就能夠得到他的力量 他就把他這個威德利給你 不是 念就是你要意念他的本願功德 人家是怎麼修的 人家是怎麼發心的 然後才得到今天這個功德 那你沒有 你只是說我念他的名號 然後他就把他的功德給我 沒有 我不用像他這樣修 我只要專心念他的名號 我就會得到他的功德 世界上還有這種事 佛法哪裡是這樣講 沒有 不可能 所以我們一定要澄清 現在很多人 很多學佛的人都是這種教練 所以我只要聽您問 師父面哪一尊菩薩比較靈感 送來物精功德比較大 我就知道你誤會佛法 我就知道你不懂佛法 每一本經不是告訴你修行的方法 講每一尊佛跟菩薩的威德利的功德 不是告訴你你要跟他學的 他怎麼做你要怎麼做 他怎麼修你要怎麼修 他怎麼發心你要怎麼發心 如果沒有 這樣讚嘆 這個菩薩這樣發心 這個菩薩這樣努力 這個菩薩這樣用功 然後所以他得了這麼多 你就天天在那邊唸乾唸乾 然後期望他把他的功德分給我 沒有這種事 這個是誤會佛法 你這樣修 修到彌勒佛再來 你也修不到什麼東西 因為功德不是人家給你的 是你自己修來的 所有的功德都是你自己修來的 絕對不可能 佛慈悲分離一點 你念他多一點 他就給你多一點 你念他少一點 他就給你少一點 你拜他多一點 他就給你多一點 你拜他少一點 他就給你少一點 不可能有這種事 所以佛教徒要醒起來 不要老是沉溺在這種虛妄的功德中 沒有這樣的事 好 所以他說 你要覺得所念的是真本 不是牧師等德下 這才能修習成就的時候 佛現在前放光說反 就是你念的就是真的 所以等你修到一心成就的時候 因為相有 那麼佛就為你說法放光 那麼這個是 這個是波多喪天經裡面說的 就是你意念佛 七天 哪來是到九十天 都意念佛 波多喪天經是不錯 就是監禁 你不躺下來 不坐下來 除了上廁所 然後怎麼樣 再躲下來 那你基本上或是站著 就是比較不會睡覺 然後七天裡面都不睡 用功 然後意念 心裡面 這個意念不是嘴巴念 當然你可以嘴巴念 但最重要的是意念 很多人後來誤會 就是忠人嘴巴念 念念七天來 這個是最重要的是你心裡面意念這個佛 因為到錄定的時候 或是到你心裝去的時候 基本上這一些多年了 那你心裡面觀這個佛 等到成就的時候 波多喪面就是諸佛現在前 立現在前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佛放光說法 那真的佛來跟你放光說法嗎 不是 那所以 但是你要想 這個時候還沒有成就 你看到佛放光說法的時候 你心裡面要想 為什麼我會看到佛放光說法 就要去思維 佛也不來 我也不去 佛實際上也不來 我也不去 我也沒去到佛那裡 我並沒有去到佛那裡 你沒有去到其他世界啊 那你說那佛來我這裡嗎 其實你也不是 那你為什麼見到佛 你為什麼見到佛 那如果佛來你這裡 那你之前為什麼見不到 因為你沒念他 那基本上波多喪面就是這樣說的 那這個時候行者要思維 佛也沒有來 我也沒有去 但是我為什麼見佛 因為我的心一直在念佛 這個念就是你心裡面一直在想佛 所以觀樂壽星也講 心想佛時 心繼續三十二想八十九 你那個心專注在那個佛像上 所以是佛是由心想生的 你需要想到這樣 那為心所限 這個波座上面就說為心所限 好 那這個還沒有 見到佛的時候不是得命佛山 沒有還沒有 而且他還放光跟你說法 你還可以跟他對答 這個時候你要思維 佛也不來 我也不去 只是心見 這個心想佛 心見的 只是這樣而已 好 那現在就要 再進一步去探討 那心是什麼 心在哪裡 這樣就回到原來佛頭的教話 射受想情是無我 你就會發現到心不在內 不在外 不在過去 不在現在 不在未來 就是阿安定教的怎麼樣觀這個無我 那麼射受想情是什麼 射受想情就是行 不在過去 不在現在 不在未來 不在內 不在外 就觀這個 你就會發現到心在哪裡 那心在哪裡 心是什麼 就發現到心也是虛妄 並沒有實在的心 這個時候見法就見佛 見什麼法 見年齊法 見無我的法 這個時候就真見 這個叫做真見佛 見真佛 見佛之所以成佛 覺悟嗎 佛是覺悟者 覺悟什麼 覺悟無我 那我是以什麼代表 我會想 我會看 我會念 有這個我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方便法 讓你可以悟悟無我 其實是這樣 好 我們再往底下看 所以佛現在前 放光說法 他一開始先想念佛 你也有意念 你才能夠先得到這個境界 先見佛 那見佛之後 你由見佛這個境在見法 你見的佛只是向上 那麼還不是真的 等到你見法的時候 那個叫做見真佛 什麼叫做見真佛 見法即見佛 見佛固定見法 見佛就是你見了的時候 我們現在見那個佛像 釋迦牟尼佛時代很多人都見真佛 或者是真佛 但是你只是見到那個像而已 三十二像八十種好的佛 那個不是真見佛 就像虛不提一樣 虛不提佛從道立天下來 佛從道立天下來 很多人都要去迎接 那這個涼化社比丘比聖通地 他要排在後面 他要第一個去迎接佛 他就變成因為是想轉眼神往國王 第一個去迎接佛 虛不提本來也想去 所以想說我去見佛 我應該要照佛教我的 如此去觀照 觀照這個身心 所以他依照佛的教法去觀 一切法空類像這樣 那麼佛陀從道立天下來的時候 兩花社第一個見佛 佛陀就跟他講 第一個見佛的不是你 第一個見佛的不是你是誰 虛不提 虛不提又來 虛不提在山中中見佛 這個就是見真佛 所以佛要入涅牌也是這麼說 佛你要入涅牌 有我們見不到你那怎麼辦 佛說 如果你把我說的法 常常意願在心裡面 依著我的法修前 你就是見我 就像我在你身邊一樣 如果我一直在你身邊 你也都不修前 那麼你見我也沒有用 你也不是真的見到我 你也不是真的見到我 你雖然見到我 但你沒有真的見到我 我涅牌了 你不在了 你沒有見到我 但是你時常意願我所屬的法 依著我的法修行 你就是見到我 所以金剛君來講什麼 此經所在之處 極為有佛 就是這一本是叫你 可以解脫 可以成佛的經典 你一直修行就是等著見佛 你天天見佛 你不修行 那你也等著沒有見到佛 因為見佛是為了文法 文法是為了修行 修行是為了寄託 或是為了成佛 這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念佛也是這樣 念佛是要知道佛的本願功德 是要知道佛怎麼修行 是要學佛成佛的 念佛是要學佛成佛的 佛陀時代 念佛是要文法 文法是要修行 修行是要成就的 是要解脫的 這是見佛最初的原因 念佛的原因也是這樣 也是為了學佛成佛 如佛修行 所以真正的供應是如說修行供應 也是這個道理 那我們不要把念佛變成 念佛讓佛就有功德 他就會加持我 就給我他修行的功德 這樣你真的是入會佛法 你這樣來念佛 也不能說沒有功德 老實講也是有 因為你也不會念其他人不好 也不會沒有 但是這樣的念佛不是真念佛 就算你見佛 都不是真見佛 因為你沒有見佛 因為你沒有見佛 佛說法都是為了讓你見佛 讓你真正自己得利益的 其實是這樣 好 那他說如作為佛像而修 就失去這些功德 你如果不把他當真佛 他就不是真佛 你如果把他當真佛 他就是真佛 其實是這樣 先由新分流來的 好 他說總也知 觀佛像為敬 以觀佛像為敬 而持心令敬 讓心 你的所原敬就是佛像 這個在初級大天的時候很流行 不拍的時候就有了 不過不拍觀的佛像基本上就比較沒有像大聖的那種 報生佛那種 就越講越殊勝那種 那種比較不容易觀的 但是如果你專心的話還是可以 他一開始還是很簡單的 比如說你簡單講 比如說觀無量受佛經 觀無量受佛經 一開始你也不是就觀那麼厲害 一開始是經驗你的心 能夠在這個所原敬上專注 佛陀時代都是觀呼吸比較多 就是觀呼吸出 前面講 觀出觀入呼吸 後面講後面才會講 但是後來有一些就是變成觀佛像 不開始後就有了 觀這個佛像 那一樣他是一個禁 就觀那個禁 那你看那個十六觀經 觀無量受佛經 還沒觀無量受佛之前 心心裡的心專注 觀什麼 觀落日 那落日簡單 跟觀呼吸一樣 只是這個 觀呼吸是心在這個處 或是出入 或是在這個呼吸經過的這個點 處 深處 那麼觀佛像是在眼根上 心在這個視 心是在眼根上專注 觀這個象 觀這個落日 落日的象很清楚 很簡單 就是一個遠遠的觀 然後觀的時候取向 取那個象 取向的時候 懂得到眼睛閉起來 眼睛閉起來 那個象還在 要觀到這樣 眼睛閉起來 就好像你眼睛張開一樣 那麼清楚 那個心 那個靜就清楚了 那如果是觀呼吸 換來講觀呼吸一樣 它就是你出入出入 你的心都在那個手底下 在出入或是在入 或是在出入之間的這個點站 其實這就是 你的心專注在一個靜上 叫做心以靜性 定就是心以靜性 要先訓練 因為我們的心之容易 我們都會叛遠 六根叛遠 六整 我們很顯得 比如說我們參加佛進生的禪境一樣 你念佛 等一下想到這個 等一下想到那個 等一下看到這個 等一下看到那個 等一下渾到這個 等一下看到那個 打坐的時候 等一下這邊癢 等一下那邊癢 等一下這邊不舒服 等一下那邊不舒服 坐下來 身體都調好了 等一下會想到這邊 想到那邊 反正多數會這樣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心善亂 它要讓你訓練 讓你的心以盡心 不善亂 專注 因為你心只要專注 它就有真善意 心就非常有力量 那你心的力量分散出去了 結果要你很多錢 你買了幾十樣東西 就沒有錢 你這些錢 集中起來只買一樣東西 就可以買很貴重的東西 類似這樣 所以你心專注在一鏡上 一個季節 你這心就很有力量 訓練讓這個心有力量 其實是這樣 有力量做什麼 引發智慧 其實是這樣 所以 那麼 那怎麼樣訓練讓你的心有力量呢 你觀入心也可以 你觀佛像也可以 念佛也可以 所以慈心 重點是慈心令柱 慈心就是讓你這個心安住在一鏡上 住就是不會變化 身住意念 就是心生起來還沒消失 然後安住在這個鏡上 那麼沒有換來換去變成一鏡上 不會散亂 心不散亂 所以儀介教給我講 治心一楚 不釋不敗 一樣的道理 所以大部分 我们用很多时间来训练这个鞋 训练这个鞋 所以应该知道的方便是很多的 就是方法 能够让心注意尽的方法 就是方便的 他的方法是很多的 那观佛 念佛 念佛就等于观佛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所以善事与方便 你要知道这个方便法 就是善巧方便的方法 能够让你的心专注 例如初取佛像 现在在讲念佛 为什么要讲念佛? 因为大圣的直观以念佛为多 现在只讲大圣 大圣不共法里面的定 跟三圣共法里面的定 三圣共法基本上就是不戒观不守习观多 大圣不共法里面以念佛为多 所以现在就讲念佛 其实是这样 他说 初取佛像而休息时 不必过求细微 其实也没办法 也没办法那么细微 通常如果从佛像 比如说他一开始不取佛像 比如说十六观间 观不上受请 一开始从落入 然后再观地 水 佛 佛 这些 观成就了才观佛像 菩萨像 然后再观菩萨像 然后再观佛像 再观佛像 都到第十 第九观 第十观去了 然后再总观 依正庄园 基本上是这样的 如果依观不上受请来讲是这样 他一开始也是简单 就是一个落入很简单 那如果观佛像的话 一开始就以佛像来观的话 他基本上就是两种观法 我们先来看 他说第一个 先不必过求细微 能略献佛像大体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叫做盖观 一个叫做细观 因此给它开机 一个是 西方 那么 比赦法 这一圈佛像 那 因为佛像有很多细节 那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看得很清楚 那你只要有一個輪廓就好 先有一個輪廓 這個輪廓先 知道是這樣 先這樣管 阿彌陀佛啊什麼 都是一樣 然後漸漸越觀越清楚 就是由粗到細 就是先由粗到細 就是一個概觀 那基本上如果是細觀的話 就是先有一個像 比如說白好像 先關這個白好像 成就的時候 然後再增加 就由一到多 有少到多 有一到多 然後這個就是不同的 有些比如說 先關白好像就好 一根毛就容易關 然後慢慢慢慢 清楚了 其實就是讓心學習 有那一種專注 那個影像可以先檢 那個影像可以先檢 那麼你已經可以關這個像 那其他的像就漸漸漸就容易 然後加多 再加多 再加細 再加大都可以 就好像你對一個人啟辭心 你可以對這個人啟辭心啊 那再對兩個人 那再慢慢對所有的人 在對所有的眾生一樣 他一樣是慢慢擴大 慢慢擴大 那這就是兩個 從簡單啊 一個應該就是從簡單到複雜 從大概到清楚 就在很維繫 從大概到維繫 然後再簡單到複雜 基本上是這樣 複雜就是從簡單 並不是很維繫 就是很簡單 比如說從一根毛開始關 白好開始關 也很可以 所以他這裡講 第一個是略現佛像大體就可以 等到佛像現前 漸漸漸定 那如某部分特別明顯 就不凡延遲而修 比如說白好 然後是怎麼樣 就從部分到全部 從一到多 或是 它這裡的就是你先蓋觀 然後蓋觀漸漸有了 再從部分到全部 由簡單到複雜 但是基本上就可以 一開始就是從簡單開始到複雜 或是從大概到清楚 從母母到清楚 基本上是這樣 他說如破竹能破了初劫 於劫就可迎刃有劫 很簡單 他跟走路一樣 小孩子學走路 一開始你要走很多步 那是不可能 要跑的是不可能 但是你先站穩一步 然後站穩三步 然後後面四、五、六、六步 就不難了 做復健也是這樣 比如說要做復健 剛開始很苦 但是你又跨出第一步 跨出第二步 跨出第三步 堅持這樣走 走一陣子之後 那腿要走很多步就不是問題 要走右邊、走左邊 走前面、走後面 走路都是問題 一樣 他就訓練那個力量 訓練那個習慣那個力量 新的習慣的力量 所以這個觀佛像也一樣 觀佛像等 觀菩薩像、觀佛像、觀什麼都一樣 如初相安住你了 就是這個初的相 如果安住 再觀細相 這是由初到細 由簡單到複雜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先立院講就是華雲經所說的佛像 華雲經所說的佛像 華雲經所說的佛像 毛無正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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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過它有三種 一個是三十二項 三十二項 三十二項 八十種項 這個是八萬四千項 八萬四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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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無量項 當然法生是無項的 它就是有一個概念出來 這個是華生風 這個是報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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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量項好就騙你見處 這個就比較難了 其實法生的項好 基本上就是等同你見法 我們來看 他說 就是華元經等所說的佛像 毛無正那佛 佛無正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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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有無量項好 那麼也都有修習成就的可能 所以初必須鑽一 剛開始其實也就是訓練這個新鑽一而 你觀錄師也一樣 你觀神修學都一樣 就是新鑽一而 有時候我們誦經 詞座 念佛 其實也是個訓練心專注的方便 就專注在誦經 其他先不想 先把這個餅經送好 先把這個佛念好 先把這個座吃好 其他的事先放後面 然後這個是訓練心專注 但是誦經不只在專注 他要明白到你 知道修行的刺激 修行的方法 但是他也可以當作訓練專注的力量 念佛不只是在專注 但是他也可以當作訓練心專注的力量 念佛要知道佛的本念功德 要知道佛的修行方法 要知道佛所教的 這個要怎樣 那持咒也可以當作訓練心專注的力量 但持咒最重要的是 佛羅里是總持 你要知道這個咒的咒一 你要怎麼樣修行 掌握修行的要義 就是佛羅里 佛羅里是文師修正的次第 這個是一般人持咒 就認為作有威德力 其實不是 所有佛法中所有的威德力 都來自於心具有的慈悲和智慧 特別是智慧 所有的威德力的來源 是有智慧的心 所有痛苦的來源 是愚痴的心 所以佛頭講的 一切的苦從愚痴生 不從智慧生 一切的煩惱 都從無禮生 不從智慧生 所以三善跟無胎無臣無知 就是沒有煩惱的心 所有一切功德 都從沒有煩惱的心 智慧的心產生 你如果沒有擁有這樣智慧的心 你沒有辦法得到佛法的功德 所有佛法的功德都在訓練 你怎麼樣擁有一顆智慧的心 大勝再多擁有一顆慈悲的心 解脫到怎麼樣擁有一顆智慧的心 所有的功德都從這裡產生出來 如果你沒有 那你就沒有佛法的功德 如果你有 那你就擁有佛法的功德 其實是這樣 所以捨立佛有一天 有一些外地來的 南方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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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來的學修 來到跟佛學習 要回去 回去他們家鄉 他就跟他講 那你們回去 如果有的問你們 你們師父 就是佛頭 都說些什麼 因為那邊沒有佛法 沒有佛法 就好像你們非洲來 然後來這邊學佛 然後回去了 出家學佛回去 要去弘法 他會問你 你師父都跟你教你些什麼 佛頭都說些什麼 你要怎麼說 你要怎麼回答 什麼意思 我覺得要用這樣 你要這樣回答 我師父教我的就是什麼 我師父說的法 就是什麼 調伏煩惱的話 沒有 沒有 這個心 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就是有智慧 有智慧就沒煩惱 有煩惱就不用智慧 就是 我師父說的法 這是佛頭說的法 他們就說大師 大師就是指佛 大師所說 我是說 調伏玉灘 調伏撐灰 調伏撐灰 調伏一次 我有說這個 所有的法 都是為了調伏玉灘 調伏撐灰 調伏撐灰 調伏一次 就是所有的法 都是為了調伏煩惱 那 要你持戒 要你修定修止觀 要你獨今有智慧多聞修起 戒定慧也是為了什麼 調伏貪撐灰 情修戒定慧是為了調伏貪撐灰 所以 我師父大師佛陀世尊 所說的 就是為了調伏禮灰 那為什麼要調伏玉灘 就是 玉灘稱謂一次 為什麼要調伏煩惱 有煩惱有什麼罪嗎 有煩惱有什麼錯誤嗎 有煩惱會怎麼樣 那為什麼要調伏煩惱 把煩惱調伏了 有什麼好處嗎 就講這個 如果我不調伏煩惱 會有怎麼樣 如果我調伏煩惱了會怎麼樣 先知道 佛說法就是調伏煩惱 接下來就要知道 為什麼要調伏煩惱 怎麼樣調伏煩惱 講這個 調伏煩惱之後 有什麼功德 沒有調伏煩惱之後 會有什麼過患 明白這裡 然後努力的去調伏煩惱 這個就是佛法 很重要 那澤西伯就跟 他還怕他不會講 因為他們出家來學佛要回去 弘法告訴他 如果有人問你 你應該要這樣說 佛法就是調伏煩惱的方法 煩惱調伏 然後又有什麼 智慧就生出來 明相應 所以真正的功德都來自智 佛陀之外 又有弟子 又有外表 慈咒 就覺得這個咒是神力加持的神咒 那麼唸了之後就有功德 佛陀就跟他說 因為就可以消災免難 可以除苦 可以伏摩 佛陀跟他說 真正能夠除苦的是智慧 不是愚痴 不是慈咒 那你要除苦 苦從哪裡來 苦從惡業來 業從哪裡來 從煩惱來 煩惱從哪裡來 從愚痴來 什麼是愚痴 我見我愛就是愚痴 如果你沒有調補這個 你單單在那邊念咒 就可以沒有苦 那跟那些外道一樣 也不努力去布施 單單求財神 拜財神 就希望財神會送錢給他 一樣的道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不努力懺悔 諸而莫作 重上風景 天天在恨河裡面祈禱 洗澡 醉就沒有 不可能 祈禱 就可以升天 那麼在恨河裡面洗 就可以滅醉 還不是一樣 因為那個水是聖水 因為裡面的重是聖重 所以唸了就可以滅醉 因為那個水是聖水 洗了就可以滅醉 還不是一樣 於癡 所以佛陀說 真正的苦從於癡痴生 不從智慧生 真正的功德從智慧生 不從於癡痴生 要知道 但是我們現在也會看到很多佛教徒 看起來像學習佛法 實際上都是外道 看起來好像很殊勝 實際上都很可憐 我們應該要好好做一個 就是 能夠得到佛法真實利益的佛教徒 真正貴依的是三法 貴依佛 中不貴依天謀外道 我們是貴依佛 像是貴依天謀外道 貴依法 中不貴依外道協中 我們是貴依天謀外道協中 學的都是外道協中 貴依身中不貴依外道協中 我們是貴依身 依的都是外道協中 你看 三貴依都做不到 三貴依都不是真的 這個是我們自己學習的 常常自我提醒 自我反省 對 對 一件事 你到底在學些什麼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學的真的是佛教的嗎 佛究竟都講了些什麼 你到底都學了些什麼 要想 不要 不要就是 就是拿相片就拜 大家都說好我就說好 前面的人說好我就說好 沒有啊到底好在哪裡也不知道 死人才知道 那就比較說好 真正佛法都好 現前就會知道 不是死人才知道 這些很重要 好 我們正往底下看 所以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一個 就來 我們請問你 好